大家好,我是曹操山 咱们中国人有一个小爱好 什么都比你西方要早 就好多个第一,世界第一 老美有一个福布斯亿万丰排行榜 咱们就可以说 早在两千多年前 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通过史迹霍日列传 就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富豪排行榜 从春秋末期到西汉初年 今天咱们就来捋一捋 找出个Top10 我们从后往前看 No.10陈镇是个四川人 在当时是汉初蜀郡宁琼琼琼琼琼琼呢 就是今天四川省成都市旁边的琼来市 成都在当时就已经是天府之国 是汉初五大都会之一 宁琼,是天府南来第一周 满方丝绸之路 第一站,富有铁矿 陈镇的祖上本来就是野铁世家 来自中原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从操旧业 再加上汉初呢 是把野铁啊 这些开放给民间 所以他制造出铁制农具 卖给周边的少数民族 成为巨富 但在林琼这个地方呢 他只能排到老二 对老大可谓羡慕基督恨 老大是谁呢 就是我们要说的 No.9 汉初的中国首富 也是林琼人 也是野铁啊 支付多王孙 你下就笑了对吧 他还有一个更显赫啊 更突出的身份 大才女大美女 周恩君的老爸 大才子大帅哥 汉父第一人 汉武帝身边的宠臣 司马相儒 他的岳父 对不对 温君当炉 这个故事 家喻户晓 丢了首富的脸 那么首富就砸了 一百万钱给女儿 两口子呢 就回成都买田买宅 可以在成都这个地方 富甲一方 你想想看 这个多富有 而这个卓王孙呢 他有上千铜铺以上 资产是巨万 就万万钱以上 我们再来看 No.8 八寡妇清 名字很奇怪 其实就是寡妇八清 来自秦国八郡 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 是个重庆妹 寡妇 老公呢 是秦国最大的丹安沙矿矿主 死得早 八寡妇清 年纪轻轻 就成了寡妇 无儿无女 又不愿意改嫁 你想这样子的一个美艳寡妇 这么有钱 得有多少人打她的主意 对吧 所以她就拿出钱来 养了上千人的武装 来自卫 牢牢控制住家族产业 而且发扬光大 丹安沙这个东西 本来呢 一般就是用于做颜料 还有入中药 但她又可以炼制水银 所以 那一个天下最有权力的男人 银正啊 秦王银正 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成为她最大的买家 炼制长生不老丹药 和秦始皇陵 都需要大量的水银 我们再看 No.7 乌世罗 秦国 秦国北地郡 乌世县人 就是今天的临下雇员 甘肃平良 这一代 六盘山这一代 非常适合放牧 养牛养马 然后呢 把这些牛马 卖到中原 回来的时候呢 换成很多尸绸 再买了一些 奇珍异宝 回来把尸绸卖给牧民 奇珍异宝呢 献给荣王 荣王 一兴奋啊 赏赐他 价值十倍以上的牛马 用这种方式导臣 他的牛马 多到什么程度呢 要用山谷来计量 也因此啊 就引起秦王嬴政的注意 因为秦面六国 需要用了大量的战马 修长城 秦始皇林 这样浩大的功臣呢 陀运需要大量的牛 所以这个乌世罗 就一跃成为红顶商人 秦始皇呢 给予他比于封禁的待遇 可以跟三公九卿啊 都侯啊 一样 朝进天职 我们再来看 number six 吕不韦 跟秦始皇的关系 就更近了 对吧 别人都是倒腾一下 什么丹沙水银啊 什么战马和牛 牛之 他呢 直接把秦国的王孙颖一人 倒腾成啊 秦国太子夫人的养子啊 然后呢 再成为太子 最后当上秦王 对吧 而且这个秦王呢 还跟他送的这个大美女赵姬 生下了秦始皇 明镇啊 甚至呢 明天 有这种千古之谜 说这个赵姬 本来就是 吕不韦 让他已经怀上了 再送给啊 秦始皇的老爸的 所以秦始皇实际上是他的 亲生儿子 对吧 你说 这得是多大的一个手笔啊 啊 这样子的投资 其货可居呢 换来的回报 是整个大秦帝国 乃至整个天下 对吧 冒天下 这大不韦 最后呢 死在了他的儿子 哈哈 秦王嬴政的手上 也没有看到 他统一六国 对吧 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 但是太史公司马迁 没有把吕不韦 列在史记 霍子列传里面 可能因为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 千古第一奸商 对吧 我们再看 number five 郭仲 郭仲 是战国中期 赵国邯郸的 野铁世家 在战国的时候呢 不像汉初啊 野铁啊 煮盐 采矿 筑钱 都是开放给民间的 战国的时候呢 各国政府 是把这些关系 国民经济命脉 又能够充实国库的呢 都抓在自己政府的手上 观控的 但是呢 是把这个经营权 下放给民间 往往只有那种 很有政治背景 或者是财力非常雄厚的 大商人 才可以拿到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郭仲 他们家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 对吧 也相当一个红顶商人 这样子一个背景 垄断了 赵国的 野铁业 我们知道 邯郸就是中国的一个野铁中心 邯郸郊外 就有大型的露天野矿 所以他可谓 得天独厚 富到什么程度呢 太守公说他 富裂皇后 和当时的诸侯王 一样富有 我们再看 Number 4 白龟 战国中期 洛阳人 曾经做过 魏国 魏惠王的 相国 我们知道 魏国呢 是战国 初期到中期啊 最强盛的国家 魏惠王呢 把国都 从河东的安逸 也就是今天 山西运城 这一带呢 迁徙到大梁 也就是今天 河南开封市 这里啊 靠近黄河太近 有水患 所以就 用这个白龟为相 修建了 普天者水库 甚至呢 开挖的那个鸿沟啊 中国著名的鸿沟 也有可能 是他主持修建的 所以 民生十分显赫 政治失忆以后 他就弃政从商 去投资那种面向 大众 老百姓的粮食 还有呢 蚕丝涂料 这样子的农副产品 他自己号称 是向江子牙打天架 孙子用兵 商鞅变法一样 闻经商 核心的这个理念 就是人弃我取 人取我语 而且呢 把这一套一套的 总结为商业的理论 开学 授徒 像那些朱姿百家一样 所以 我们叫它是 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商学院 我们再看 No.3 伊顿 如果前面啊 这七位呢 要么都是出自商人之家 要么呢 都是有政治背景 财力雄厚 但是这个伊顿呢 一开始只是 鲁国的一个穷书生 他是真正白手起家 得了陶祝公的指点 跑到河东 伊寺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的 山西省啊 又是运城市 林一县这里 放墨 放牛 放马 你可以从几头 开始扬起嘛 好在了旁边 有魏国的首都安邑 南边就是中国著名的 盐池产地 亥州 盐湖 对吧 关二爷的老家 所以他牛马养多了以后 他就顺便去托运一些盐去卖 回城的时候 再捎带一些珠宝 盐池周边这些人 都是靠盐自负 对吧 好多富有的人家 我再把这些珠宝卖给你 所以他三样一结合起来 这样一折腾 对吧 短短十年时间 就成为天下的巨富 富到什么程度呢 你都不要用富裂王侯来形容 你要说一个人有多富有 你就说像伊顿那么富就可以了 伊顿之富 桃朱伊顿之富 跟他的老师桃朱公齐名 甚至青出于蓝 圣于蓝 No.2 子贡 我们知道子贡呢 是孔子的高度 孔门十则之一 孔子最喜爱的三名弟子之一 以辩才闻名 本来呢 是魏国的一个商人之家出身 在朝国和魏国之间 来回经商 累之千金 是一个商人的身份 巨富的身份 拜孔子为师 然后受到孔子的这个教会啊 熏陶 变得非常的千功浩礼 有人有义 文字彬彬 对吧 然后又以儒家学者 孔门弟子的身份呢 做过魏国和鲁国的相国 齐国的大佛 在他的身上就把儒和商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成为中国的儒商之主 最后我们看No.1 陶诸公 陶诸公我们都知道 是中国的财神爷 对吧 中华商圣 而且呢 堪称中国人心目中 完美男人的代表 他是楚国 晚宪人 也就是今天的 南洋世人啊 平民之家 非常贫穷 跟他很要好的 晚宪县令文仲呢 两个人一起跑到越国去 帮助越王勾建 祸心尝胆 灭掉了吴国 然后功臣身退 跑到齐国海滨 化名 吃一只皮 开荒 养鱼 煮颜 对吧 成为巨富 然后又被齐王邀请过去 做了三年的旗相 善尽家财 辞掉 观印 跑到 宋国的陶丘 他认为是天下之中 这个地方呢 从头再来啊 然后 经商自负 哪至巨万以上 成为 那个时代的 天下首铺 也就是我们整个 这个富豪排行榜里面的啊 那个年代的 埃隆马斯克 那么以上就是太史公 司马迁 死记 获子 列传 列的中国 十大富豪 其中呢 吕布韦 是我们补上去的啊 我们看这十大呢 还是那种 野铁 对吧 祖岩 采矿 这一类呢 占了半壁江山啊 真正靠白手起家呢 就是一顿 但是呢 最让我们推崇的 其实陶独公六十多岁 基本上还是白手起家啊 而且呢 他们这一帮呢 就是陶独公一顿 到白龟 基本上都是一种文人 以仁义的方式 既有数又有人 成为 这个排行榜上面的拘付 是我们效法的对象